哈喽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很多小伙伴在看到我好几区的 那个关于TikTok在手机上安装 不管是安卓手机也好 iOS 苹果手机也好 安装以后的话 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都在私下的来私信问我 那么今天我就做一期视频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 主要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注册TikTok账号 何者登陆TikTok的时候 TikTok回复访问服务过于频繁 然后就登陆不上也注册不到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甚至有些小伙伴说 我的TikTok账号被禁用了 就是没办法注册上号被禁用了 不得不说这个重新再注册还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解惑这个问题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其中一类的问题 具体原因就是小伙伴在注册 或者在登陆的时候下载安装好 结合套可以后在登陆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英文界面没关系 不影响 大家在输完账号以后输入密码以后 这个地方next下面会有一个验证 对不对 出现一个画面 让你选两个相同的形状的物体 什么东西的 那你选完以后点确认 甚至验证通过以后呢 他就会出现这样一样东西 you are visiting our server 什么什么东西的 那意思就是说你访问我们的服务太频繁了 然后你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呢 其实就是一点就是你用的VPN的节点 这个IP地址被这个TikTok系统监测阻止了 阻止掉了 那么为什么会阻止掉呢 原因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的话呢 就是喜欢用这个免费的VPN 是吧 我的频道里面也有很多介绍 当然有免费的为什么要花钱呢 对不对 但是说在大家用免费VPN的时候呢 有很多方面没有注意到 经常频繁的这个节点换来换去什么东西的 或者说换用不同的VPN 那么你经常在登陆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第二个原因来讲的话 大家都知道我们用免费的VPN的话 不管你用哪个节点 不管你用哪一个国家的节点 那么同时用这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同时用跟你同样VPN的人 甚至跟你同样用同一个节点的人 不只你一个有很多 那在很多人当中呢 可能的话他们也同时在注册账号 所以说这一个就是你的限度太多人用了 短时间内同一时间内太多人注册账号了 那这一个呢就被TikTok系统检测到了 这是一个异常 所以说就给你提醒说你访问太过频繁了 对吧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使用者啊 不是太清楚TikTok的规则 所以他在这个同一个账号 他有可能频繁的登出再登陆 登出再登陆 那何者说呢 他为了试这个其他的VPN的速度快慢 线路速度快慢的话 他也是一样的频繁的在换这个线路 所以说也会造成这一个问题 对吧 那么第四个原因来讲的话 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呢 这个安卓手机上装了这个虚拟机啊 虚拟三套件 那么在用虚拟机的过程当中呢 有可能也会被TikTok检测到 这个就是异常的一个使用情况 所以说他会出现这个提示给你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来对应 来解决这个问题 来解除这个烦恼 那其实呢 大家用多了也就知道了啊 无非就是下面几种情况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第一种怎么解决呢 就是你过一会再来登陆 最好是过24个小时以后再来登陆 那基本上的话呢 只要你你的线路正确 你的帐号密码没问题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重新登陆的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用了跟你 你这个手机上相同节点的一个节点 在你电脑上去登陆去注册 那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当然的话全体来讲的话 就是你之前用这个账号的时候 你用的是哪一个VPN 甚至说你用哪一个VPN里面的哪一个 线路 当然的话每一个VPN到手上以后呢 你想要测它的速度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哪一个速度比较快 哪一条线路哪个节点的速度比较快 你要测试 对不对 你要测试的时候呢 这样你你的节点换来换去的话呢 TikTok会检测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你测试这个VPN 各个节点各个线路的速度的时候 你的TikTok就不要登陆 不要登陆 不用登陆你的账号 然后你来测试 或者说你用你的这个 你用你的谷歌浏览去打开 或者说打开YouTube的视频 来测试它的速率 当然的话你YouTube的话 也最好不要登陆 不要登陆 直接浏览去打开 那么速率测试完成以后 那你定下来哪一个速度最快 那我以后就用这个速度 那你以后登陆TikTok以后 就用这一个节点 不要再换来换去 第三个办法呢就是 那你要记得你上一次 使用TikTok的时候 你是用了哪一个VPN哪一条线路 那你就调回这一个线路 还是用这个线路 那切换回这个线路以后呢 你再尝试登陆 OK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解决这一个问题的一个办法 那么小伙伴们反映的问题 最多的第二个问题 也有三个小伙伴遇到这个问题了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TikTok账号被禁用的问题 你正用得好好的呢 突然就被一条信息提示过来 你的账号被禁用了 然后马上你就登陆进去了 就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很多小伙伴呢 就很崩溃的事情 就很崩溃啊 那关于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 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前两年的时候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我亲身经历给大家讲解一下 也就是说我正在用这个VPN 在看TikTok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VPN太慢了 这个VPN太慢了 我当然的话 我是之前一直用这个美国绝点 但是这一阵子的话呢 这个美国绝点的网速太慢 所以说我当时就想着说 这个太慢了的话 我是不是换一个绝点 所以我就换了一个新加坡的绝点 大家看一下 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那这一个绝点的话呢 有很多对不对 有很多 那这个信号这个地方的话 跟手机信号一样啊 信号越强了 它速度就越快 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的话呢 那个用了洛杉矶的账号啊 觉得很繁忙 速度太慢 那我们是不是换一个这个 像这个港生的和新加坡的这个绝点 来试一下 因为它信号好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一切换绝点的时候呢 你刷不到一两个视频 马上这个TikTok就弹出一条消息 说对不起你的账号被禁用了 然后马上就退出了 它自动就退出了 你用这个账号 就再也都没进去了 那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呢 还是这个绝点不稳定的问题啊 绝点不稳定的问题 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那你用哪一个绝点的话啊 你用哪一个绝点的话 你就固定用哪一个绝点 你不要变来变去的 你变的话 TikTok这个很敏感 就会检测到了 那特别是你你正在用美国的绝点 看这个东西的话 那就突然变成这个新加坡的绝点 对不对 一两秒之间你来做一个切换的话 那正常人都想得到啊 是不是啊 你怎么可能一下子 从美国跑到新加坡了两秒之内 对不对 你光速也跑不到那么快啊 你做火箭也跑不到那么快啊 对不对 那肯定是人家检测的有问题了 所以说马上就是 这是最高级别的一个 禁用的情况 就是违规的情况 所以说TikTok检测了以后 马上把你的信号封掉了 马上把你的帐号封掉了 对不对 那就算是你要变 那大比方看我这个VPU来讲 就算你要变 你也要变新加坡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移动首选 14915 那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15171 16890 对不对 你要变你也变同一个国家的也好一点 对不对 你不要一下变一个国家 这会新加坡 那一会 这个美国再搞一下搞的搞的这个 日本去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嘛 是不是 所以最 所以最后的忠告呢 这个就是 你手机上的同一个TikTok账号 要固定同一个节点来使用 那所以这一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不光是你的TikTok 包括你的谷歌账号 你的推特账号 Facebook账号 等等等等 那些账号都存在这个问题 有时候 莫名其妙的出问题了 被封了 或者登不进去了 那你就要检查你的节点问题 要检查你的节点问题 那最后给大家一个通告 就是说你要尝试不同的测试 VPN的线路 它的速率什么东西的 你一定要用 没有注册的 这个 YouTube账号也好 或者说TikTok账号也好 来检测这个问题 你不要拿你的账号来测试 很容易封号的 很容易出问题的 OK 看完我这期视频 相信各位小伙伴已经知道 这个问题的原因 以及解决办法 希望能帮到大家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为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